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两位普隆共先生第一次独挑大梁就演男主角 我们讨在就是要够凶狠 怎么样 所以一开始是没有阿翔的啊 那阿翔后来怎么加进来的 后来就走...走到一半的时候 是这样子吗 你好好我认真回答可以吗 因为这一段我都没有参与 所以应该还是都是他回答 好 重点还是 他想了很多人选以后 然后后来他又想一想 阿翔就他还是最适合跟我一起闯荡的 一起去讨债的 对 一起去公路冒险 人家不怕你 他就变成了 都是我爱像这样 是要看我这么想 阿伯啊 你... 真有变成吗 在哪里 浩子的最佳搭档当然非阿翔莫属 但浩子他也担心 两个人会不会走不出 观众的刻板印象 很怕他进来以后 我们又变得很综艺 开兵洪雄 新疼的世界都已经位好了 請过不 你起来 洪雄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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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英文啦 所以我说过你 更正硬的啦 你跟他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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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啦 浩子的担心 也会是你的担心吗 就是说阿翔进来之后 是 观众会不会看到 又是浮沟公 又是浩角翔起 当然 所以很难进入故事的主角 对 针对这一个部分 我们也跟导演有聊过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点矛盾点 浩角翔起 大家看浩角翔起 然后拍电影 大家一定会想说 这一定是好笑的电影 那当然我们也要让大家觉得 开心 好笑 可是如果我们一直朝着这个 搞笑 夸张去走的话 那倒不如就看我们综艺节目就好了 为什么要看电影 第一次突然成功了 硬撞一下 你难度都没来 我希望你也好 所以这个难度更高 你不是一开始就是 我就是要讲笑话让你笑 而是说在生活当中 所激荡出来一些 比方说对话也好 或者那个东西是很写实的 这才是有狗甜的 像我阿嬷用自己的烙烙 有 那是外婆 是外婆重施瓜 然后真的用她的尿重施瓜 这是真的 真实的生命经验 那真的是真的 而且用我外婆的尿 特别甜 特别甜 看了剧本之后 有没有分什么难一难二啊 什么的 就做你自己角色 该做的本本这样 这是真的 不会计较 没有计较 OK 片酬也没有计较 片酬没有计较 我也不晓得她拿多少 所以她做也没有比较 对 也没有比较 对 也没有比较 没有 因为不聊天 对 在片场对戏也不聊天吗 对戏当然就要对了 我说她讲的不聊天 就说私底下嘛 你这部是拿多少钱 哈哈哈哈 我一定要懂 那一张一千万的本票 到底是谁偷的 你们两个五百 五百 我的一千万泡汤 是我们的一千万 在啦 你不要看我啦 我们的一千万 哎呀 对一戏的时候 呃 怎么去沟通 比方说 会不会去讨论说 等一下我要怎么演 我接到哪个 哪句话的时候 你应该要参加的表情参加 跟你们过去在外景 出外景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 过去就是比如说 我们要怎么演的话 是我们两个在讨论啊 对 然后呢 其实在演电影的时候 要怎么演呢 是跟导演 把这个东西 我们都讲好 然后找出一个最棒的方式 对 對 眼睛变上 卡 是你导演还我导演 你给我喊卡 不是啊 导演 怎么喊卡 我还没听到耶 这再一次吧 不过也好 你点三公分 不会美 好 可以 好棒喔 你导演还我导演 棒棒 你講 棒棒 不是 你们在时尚玩家也经常演啊 对 然后那个演就是 基本上我们两个 看是谁编剧 谁就是导演 谁的点子 谁主导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然后另外就是辅助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的当下 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那个当下 我们两个讲好 等一下你这两个 两个讲好就好 那也不去在乎说 这个演没有逻辑 不是 终于节目就是没有逻辑 反正无厘头就搞笑 OK 轻松就可以了 可是当你在片场的时候 我这个角色我要这样演 他要这样演 好 那我这样演好不好 那你这样演好不好 導演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吗 我可以吗 角度不对 再右边一点 你先当啊 爛兄爛弟嘛 对不对 你不觉得跟你们 当初出道的时候 那种革命情感 有点类似吗 其实这部电影就是 不是说只是在演我们两个 其实在演这个社会里面 几乎是每一个人 都会碰到现实的问题 当然... 对 他们都可以把自己投射进去 对 但是问题就是 就是当你碰到现实 逼急的时候 你怎么做抉择 就像是你们两位 当初如果说被逼急的话 你也许就像你妈这样 去找一份正常的工作 对 对不对 阿翔呢 你还会有唱歌跳舞的梦想吗 如果说 这个到底怎么撐下来的 这部电影里头 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嘛 傻瓜 傻瓜精神在哪里 只会做螺丝的这个坚持 跟他个性其实平常有点像 因为好比说我们在讨论剧情 剧本的时候 要发想搞笑本的时候 他会对他自己发现出来的东西 比较坚持一点 所以 浩子投射在穹在上面 感觉比较多一点 我相信这两个东西 一定无争斗 自己有女儿 然后我们对女儿的爱 是百般的疼爱 是非常珍惜的 非常爱她的 然后我饰演这个人 他是把女儿给抛弃了 甚至他在离开家的那一天 还把女儿的零用钱 租公园朋友还把他带走 我就说 这个爸爸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起初知道这样的一个 有这么一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 好 这到底要怎么去揣 这到底要怎么进得去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 怎么了 是不是又要逃走了 你听到那个女儿 那个像讲这类的话 确实我每次要出去的时候 女儿也都会跟我讲类似的话 那一场激战 她怎么跟你讲的 她喔 她就问我什么时候要回来 然后我就跟她讲说 我今天是礼拜四 我明天是礼拜四 我出国 譬如说我去日本 我下礼拜二就会回来 她说好 结果我可能当天到日本 晚上就打电话 回来给她的时候 她就问我说 爸爸 你什么时候才要回来 对 她其实有听没有懂 她很希望你是在身边陪她玩 你那个我觉得很不错 她跟你说你什么时候要回来 那我出门女儿就说 為什麼啊 她为什么会这样问你 因为她会看一些动画啊 對啊 那有些动画她里面 会有那种剧情 然后觉得很不能接受啊 然后她会说 爸爸我很爱你啊 你不要死掉喔 小朋友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怎么回她 她说爸爸不会死掉 然后每次喔 我回家 有时候我回家 她第一件事情就是 真的 这样 无上考比这样的副文 看到你很想你 好像我 就是 你活着回来 我活着回来 真好 你活着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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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被递过来 但我家是有的 那因为家里面 就发生一些 就是类似 被跳票的情况 很像 对 对 然后真的有人 就追到我们家来 跟我爸妈要要求 然后就时常来 时常来关切 然后甚至有一度 我爸爸妈妈就 把我们的家 店门都关起来 然后逃到山上去躲 那我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因为他们不想把这种烦恼 带给我 就是他们希望我就好好读书这样 要是我 出了社会之后 我妈才跟我讲过 以前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知道 我不能够再跟家里伸手要钱 我退伍了 我一定要好好的找工作 就是说 你还是得要感谢 你每天可以这样子做 其实有时候 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每天做一些 例行的事情 你可以让这些事情 一直重复的做 其实是很幸福 能够每天重复做一种事情 那就是幸福 有这种领悟 其实是很难得的 因为我们常常会把身边 很多的事情 看起来当做理所当的 当然 所以就忘了珍惜和感谢 浩子和阿翔 他们都是很念旧 很习情的人 他们没有因为今天看起来 好像有一些成绩 就忘了当年 他们两个究竟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想当年 他们常常问了一个 两三分钟的电视通告 结果熬夜通宵写巧本 这种革命情感是得来不易的 所以很自然 我们大家看他们 都以为他们两个私底下 一定很要好 感情非常浓厚 但事实上 他们两个私底下 真的是一点都不熟 他们只有在工作的时候会讲话 私底下 好像就像是两个陌生人 连吃饭的时候 中间都要隔 隔一个经纪人 总之能够离多远就离多远 我要喝水先 我们相处的原则就是越远越好 越远越好 工作人员都知道 这对火宝的相处原则 一到了专访休息的时间 两个人就像是同级相处了两块磁铁 马上弹开 阿翔一溜烟就上了楼梯走人了 堪吃了耗子 下了镜头还是很碍眼 太多了 太多了 真的很好吃 太多了 太多了 我没有骗你 真的 太多了 好开心喔 要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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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牛奶糖耶 對啊 裡面加什麼 加牛奶糖啊 你加西红 還有巧克力 還有一個 牛奶糖 還有一個 鹹鹹的... 鹹的... 黃的... 黃的... 是鹹鸭的 很酷喔 難怪會沙沙的 浩甲想起私底下完全零互動 就連工作的時候 兩個人眼神要對立在一塊 都很便宜 是誰 是我 韓燕 真的是 真的是韓燕嗎 韓燕 你為什麼還要來找我 你們之前主持的時候 跟你們演戲的時候 眼神到底會不會對在一起 你看我們剛剛從頭到 我們兩個眼神有交會過 沒有啦 因為我們都在面 不是 我們因為面這樣的鏡頭 所以一定過 就是我們兩個在聊天眼 沒有看著比 真的 你們聊天的時候 黑衣穿喔 對啊 就這樣而已 對... 假假這樣而已 所以等一下你說兩個 要這樣眼神交會很難過 所以你的眼神交會的時候 會怎麼樣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難過 很難過 難過 就是難過嘛 怪怪的 所以我如果訪問你們的話 我一直在那邊 阿翔你最近... 不是 阿翔這樣很奇怪喔 不是很奇怪嗎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我訪問你的時候 我一定看得 阿翔恭喜你又要當爸爸 對... 浩子你最近在那邊 不是幹嘛 所以你們兩個很習慣 這樣的會動 很習慣 非常習慣就是這樣 應該是這麼說喔 因為平常就不太會有這種 主動聊天的時候 所以我們眼神就不會去看到 對方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很習慣 眼神不去看到對方 就是很習慣不去看到對方 因為很少... 太少了 我都流口水喔 我們先吃這個後切的 後切 你那個先放著... 這是後切什麼 牛肋條 牛肋條啦 牛肋條啦 三塊這樣子很厚喔 這樣子喔 這麼厚喔 非常美味 炭火烤牛排 都是用炭火在烤 都是用炭火的 而且它是從生肉開始烤 烤成熟肉這樣子 即使是這樣子的熟度 它吃起來還是那麼的鮮嫩耶 這個烤的功夫也非常的了得 漂亮... 好吃喔 這一段長達兩分鐘的美食介紹 明明兩個人都在鏡頭裡 明明一搭一唱也都很合拍 但仔細注意 兩個人的眼神還真的是 從頭到尾 都沒交集 現在如果現在在拍 然後我們兩個人在吃美食 然後我就吃我的 就這樣講喔 他也是吃著他在講 我們也... 你會不會吃一吃之後醉到 會啦 還是會啦 就是吃一吃之後 你的感覺不錯喔 注意喔 我沒有看他 我在看食物 弟眼也必知就是 眼不見為盡 真的喔 好啦 那導演可以接受 你們在演戲的時候 彼此眼神沒有交流 不行... 不行對不對 那怎麼做訓練 怎麼克服 就其實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就被老師和導演發現 第一個攝影 OK 這樣我們隨便演一個什麼東西 演完 然後說你們等一下 都這樣也沒關係 但就是眼神放在對方的眼睛 多一點 好 久一點 不要離開 我... 有啦 我真的有啦 喊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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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後來我就哭出來了 難過到哭了 我們兩個比較起來 我會比較努力的想要去看他 沒辦法啦 真的 你有沒有想過要招掉 那片條滅益 還努力努力的笑 不要死我就知道了 爛喔 謝謝你在我身邊 旅天晴天打白天 走你旁邊比洲地下到還要安全 我的決定躲過於我的笑點 你卻說沒有酸的就不甜 拍那一場跟女主角要 就是再見的那一場戲 後來真的非常難過 就覺得當下覺得我真的被拋棄了 有沒有想到你的愛的故意 還是有想到什麼故意 我老婆會看播出 最近她一直因為這個在跟我 在逼問你嗎 在其實有一點點 對 其實我不管言什麼感情 我想的都是我老婆 這樣這一段 好像不太沉溺 不太沉溺 所以就是想到老婆就很感動 然後就哭了對不對 對... 你看是不是很不沉溺的對話 對不對 因為老婆讓你們兩位 可以沒有後顧之憂 當然 對不對 兩位的老婆大人私底下 是不是比你們兩位還有私交啊 你算是 真的喔 是這樣 沒錯 不是 我老婆會自己跟我講 她說成績妳就跟我講 我說可能是我今天到南部兩天 然後她等一下我說 她今天她不下個什麼 明天她約了 她老婆來我們家玩這樣 我說好 她會跟我講 因為她有主動邀約這樣 這個感覺很高 我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反正就只要我不在家 沒有看到浩子就好了 就是我在家的時候 沒有看到浩子就好了 OK 你們私底下真的這麼不往來啊 兩個家庭不會一起出去 家庭天啊 然後我們一起去玩家 然後兩家的小朋友 好可憐 沒有 都只是因為 不會是我們只有兩家啦 譬如說今天可能是有一個 什麼樣子的團隊的聚會 可能兩家會帶去這樣碰到 你有看過 大家都說我們私底下約去 出去吃飯 他們都說我兩個人不講話了嗎 他們真的很怕人 那你為什麼兩個要約出去吃飯 就說都是吃自己的就好啦 OK 你們老婆有私底下有祈福 要把你們約在一起吃過飯嗎 她不敢這麼做 因為你們兩個人 你們兩個老婆私底下會活動 會帶小孩兒小朋友一起去住 但是你們的原則就是 你們私底下下了公之後 就不相互 對啊 因為他們兩個會這樣子互動 是因為他們兩個是全天下 老公的工作最合適的 對 對嘛 她老公不在 她老公就不在啦 是這樣子 謝謝你在我身邊 今天明天到永遠 放我一個人太久會有一點會寫 一起看從我鬧到三更半夜 我覺得這就是我想要的 這就是我想要的 對於這一圈 就是我想要的 那就是我想要的 SCHOOL